今天來到12月4日,歡迎收看多倫多明報530 有人在滿地行銀行戶口不見了一萬元 一般來說,只要有傳媒介入,銀行都會賠給當事人 但今次滿銀站得很硬,為何呢? 周庭耀在加拿大申請正戰難民身份 有移民顧問說十拿九韻 但聯邦環球事務部到今日下午4時半都未回應事件 安省首席醫療官木耳警告 新冠流感疫情將在這個月底的節日假期達到高峰 不想病的話,最遲就要在這個星期注射疫苗 曾經在香港有女版黃之鋒之稱的香港眾志成員周庭 9月來到加拿大攻讀碩士課程後 在要回香港向警方報道的前夕,她透過日本電視台說 她不會再回香港,她會留在加拿大申請政治難民庇護 周庭也接受了加拿大環球郵報的訪問,申明她申請政治難民的意願 53年記者詢問聯邦環球事務部對這件事的看法 但到下午4時半仍未得到答覆 有疑問顧問說,以周庭這麼高姿態的政治人物來說 她申請政治庇護成功的機會是十拿九韻的 周庭向環球郵報,9月開始 她一直在多倫多攻讀碩士學位 本來她已經買了回程機票 但經過慎重考慮後,上個月她改變了主意 她不會再回香港,理由是香港的政治局勢 安全問題和她自己的身心健康 她說,對很多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來說 自由是他們由出生開始就擁有的東西 他們可能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這幾年的經歷令我感覺到自由是多麼重要 星期一也是她的27歲生日 而自從抵達加拿大之後 她感受到一種自由的感覺 她說,她現在仍然是和焦慮、抑鬱、創傷後壓力症後群和恐慌作鬥症 香港的一位精神科醫生診斷出她患有這些症狀 她說,正因為這些因素 導致她在香港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上個月就決定留下 她對自己這個決定並不後悔 她說,雖然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 是因為香港的政治打壓 甚至都回不到家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我仍然相信我一直在做的事是對的 周庭是在2020年涉嫌為反港區國安法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捕 事後她獲准保釋 但是到現在仍未被起訴 周庭昨晚在她的Instagram發文說 今年7月她獲准來到多倫多升學修讀石士課程 9月她就要報道 7月初,國安告訴她 如果她想來加拿大升學 她有一個條件 就是要跟她們回大陸一次 結果她在8月 在5個香港國安人員陪同下 去了深圳參觀改革開放展覽 了解中國和共產黨發展等 她接著被要求寫一封感謝信給警察 感謝他們為她提供一個能夠令她了解祖國偉大發展的安排 香港明報向警方查詢是否有過這個安排 警方有沒有向周庭提出要求 或者達成某種協議要求她去內地 以換取她交還護照 但未曾獲得警方答覆 香港特區政府對周庭棄補不回香港的事 先是不檢名指責 但到了晚上 就指名道姓 周庭是畏罪潛逃 行為羞恥 會全力依法追捕周庭 又勸周庭回頭事案和警方合作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和改過自身 否則是泥足深陷 後悔莫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事件時 也說中國是法治國家 香港是法治社會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權 任何違法行為必受法律懲署 她又引述香港警方說 強烈譴責公然挑戰法紀的不負責任行為 在這裏還有一個緊急補充 聯邦環球事務部 在下午5點34分回覆530查詢 表示有關於周庭申請政治庇護的事 請530向皇家劇警查詢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之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多倫多的一位移民顧問說 一般來說 申請政治庇護的難民 只要證明自己是因為政見不同 以及因為參加過一些政治活動 而在原居地受到迫害 難民申請一般都會獲得批准 周庭的個案比較高調 又獲得中外傳媒報導 所以他獲批的機會可以說是十拿九穩 尋求政治庇護固然是要完成一定程序 但申請人一旦獲得接納成為公約難民之後 原則上就可以申請永久居民身份獲得封業卡 但得到永久居民身份之後 如果他會返回原居地 再拿著封業卡進入加拿大 他就會受到質疑 有可能被他入境 因為當初當事人是已在原居地被迫害為理由 而申請難民 無理由現在會返回原居地 除非他已經成為公民持有護照 這樣就另作別論 申請庇護的政治難民 一旦獲得聯邦移民部接受 他們就可以透過安置援助計劃 而獲得即時和基本的支持 協助他們在加拿大落腳 安置援助計劃主要分兩部份 一個是收入支援 和一系列的即時基本服務 收入支援包括啟動津貼 和每個月的收入支援 啟動津貼是一次性支付 涵蓋他們在加拿大落腳最初的費用 包括一系列的津貼 譬如基本食品津貼 基本生活用品津貼 家具津貼 常規和季節性服裝津貼 冬季服裝津貼 床上用品津貼和開學津貼 每月收入支援 就是覆蓋他們基本需求 譬如食物、集巷、住所、交通和通訊津貼 根據需要還可以添加其他特殊津貼 而在所有省份 成年人和老年人會根據他們所在的社區 每個人每個月最少獲得75元的公共交通津貼 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有8%安省種植的花旗參 自保養顏的燕窩棧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還有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可以到第一廣場或萬禁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1年成為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 現在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安省首席醫療官毛爾醫生今天說 目前有大量新冠病毒在省內傳播 無論是新冠病毒或流感的感染水平都在上升 根據目前的發展趨勢 這兩種病毒的感染個案 很有可能在聖誕節日假期達到高峰 所以他認為 今個星期在省民接種新冠和流感疫苗的關鍵時刻 因為接種免疫後 需要10至14天才能生效 到目前為止 只有13%符合條件的省民 接種新版 針對Omicron變種的新冠疫苗 而65歲和以上的省民 就只有40%接種了疫苗 這個數字令到他特別擔憂 因為病毒對這些人的影響最嚴重 但就算是這樣 牧爾醫生表示 他們沒有計劃實施任何公共衛生措施 我是瓦佳靜水 疫情都未過 現在又說輻射水飄來 不過又不用太擔心 大家好像平時一樣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喝我們瓦佳靜水 又有人聲稱 他在銀行的存款 在他未經同意下 無端端被人轉走了 要求銀行賠回給他 過去這些事經傳媒報道後 銀行最後都會補償給市主 但今次的滿地可銀行 站得很硬 他們的發現人說 基於保護客戶隱私的理由 銀行沒有辦法透露這件事件的細節 但他鼓勵媒 去審閱銀行發給客戶 一封調查結果的信 信裡包括了這宗事件的重要資訊 聲稱被人在滿地可銀行戶口 轉走了差不多1萬元的 是37歲的亞省居民 默克尼爾女士 她被轉走的錢 去了一個她不認識的人 導致她在銀行的信用貸款額 幾乎被用盡 現在她不只要還錢給銀行 還要付10.8%的利息 她說她在今年8月28日晚上 收到一封有關信用額的警告電郵 告訴她 她在滿地可銀行的1萬5千元信用貸款額 現在只剩下33元 她看看戶口 留意到有一大筆錢沒有了 於是立刻打電話給滿地可銀行的舉報熱線 第二天早上 她去當地分行 才知道原來有10300元 在她的信用額中 轉去她的私人支票戶口 之後又有一筆9702元的錢 由她的支票戶口轉了 給一個她不認識的收款人 滿地可銀行10月10日發給她的信 就解釋 當日可以進入默克尼爾的銀行帳戶的設備 激發了一個一次性的密碼 而這個密碼又以短訊的形式發送到她的電話號碼裡 之後就有人成功地進入她的帳戶 滿銀在信裡說 如果你不是輸入你的銀行卡號碼 網上銀行密碼 和一次性密碼的人 這樣你就一是洩露了這個信息 一是你的設備可能被人入侵了 從而令到另一個人拿到這個信息 而保護控銀行卡號碼、密碼和設備 這是你的責任,不是銀行的責任 默克尼爾說她只是用她的電話 登錄網上銀行 她不記得在當日有沒有收過雙重身份認證密碼 她也從來未包括她丈夫在內的任何人分享她的密碼 她猜可能是自己的手機在去美國出差的時候被人入侵了 默克尼爾說她對滿地行銀行的回覆非常不滿意 她現在和滿地行銀行的分行經理交涉的時候 對方只是口頭上同意補回500元給她 默克尼爾仍然希望能夠拿回所有的經濟損失 她已經將這件事投訴去到加拿大銀行服務和投資申訴專員辦事處那裏 Jerby斯省塔西斯小鎮的居民切藤伯格 在Amazon、亞馬遜網站訂購了一隻價值2100元的家民手錶 但貨品就在郵寄途中不逆而非 標沒有了拿回夠錢都很應該 但亞馬遜就不肯退款不肯認賬 找加拿大銀行公司又說不關他們的事 總之切藤伯格就慘遍人口被人踢來踢去 切藤伯格因為患有糖尿病和高膽固信 於是今年10月花了2100元 在亞馬遜訂購了一隻可以監測心率和血氧水平的手錶 來幫助運動 10日後她去了加拿大郵政局拿包裹 當時她發現包裹有個角落頭似乎被人撕爛過 她都聰明了 一離開郵局就打開包裹 發現包裝盒裡根本沒有手錶 只有一條被用的矽膠手錶帶和使用說明 她於是向亞馬遜查詢 對方便說 根據調查和她的陳述 包裹應該是被亞馬遜以外的人偷了 叫切藤伯格聯絡當地警方 切藤伯格於是按照對方的指示報警 並將報警的資料轉發給亞馬遜 但後者一直不肯退款 還說愛莫能助 切藤伯格說 她先後六次打電話給亞馬遜 但每次都要經過20分鐘的流程 才能與客戶服務代表談到 而每次對方只想盡快修善 都不是真心想幫她 亞馬遜發言人阿吉雷特說 他們正與客戶合作調查事件 至於亞馬遜怎樣確定物品被第三方蝕取 以及有什麼程序 可以確保從亞馬遜訂購的商品 可以完好無缺地送到買家手裡 就一律無可奉告 問到當地騎警 警方便說 要追蹤包裹去哪裡 以及有什麼人鬥過很艱難 油證谷表示 加拿大人應該信任油證服務 而這個包裹去到油證谷首相的時候 就已經有破損 這樣說法 總而言之 切藤伯格的2100元似乎就凍過水 一個可以說 是差不多對多倫多警方 表示絕望的鐵文 最近在社交媒體平台小紅書出現 發貼機人說 她男朋友被人爆門任屋行蝕 報了警報了保險 但半個多月了 除了一個case number 之外 再都沒有下文 現時當事人呼籲 如果大家有線索的話 請迅速聯絡他們 也希望大家以他們為界 小心門戶 發貼機人感嘆地說 之前看到各種新聞 知道多倫多的治安越來越差 但真的沒想到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警察除了食甜甜圈開罰單之外 都看不出有什麼作為 還能夠說什麼呢 看來真是時候考慮換一個地方生活了 她男朋友住在北約克Leslie Shepard附近 在上個月16日 也就是星期四下午 回住工時 她突然接到家人的電話 說家裡被盜 於是就立即放下工作 火速回回家 到家裡的時候 發現房子裡一片狼藉 當時男朋友的弟弟 在下午3、4點左右回到家 發現帶門開著 感覺不對勁 就立即報了警 但因為不是緊急事件 所以警察半夜12點多才到 同樣他們也聯繫了保險公司 那邊當晚也派了人過來拍照紀錄 還是被警察要早幾個小時 他們向保險公司提交了失攝清單 現在還等著回覆 但根據之前的溝通情況來看 貌似能賠償的數目 遠不及濕攝財物的價值 後來男朋友調取監控 拍下了小偷的面部和他們開的車 是一輛黑色的渡旗 一共有三個人都比較人高馬大 人種的特徵可以看圖 不想說歧視那些東西 但某些種族真是點點點點 三個人速度很快 差不多半小時內從入屋都出門揚長而去 不確定有沒有踩點 但應該是故意損失工作日 瞄準家門口沒有停車那些屋 大概是在附近流傳作案 只是想提醒大家 小心再小心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零下攝氏2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2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原氣候價格 沒有升電 維持在每公升144.9線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病毒學家何大一 在香港出席大流行病研究聯盟 備忘錄簽署儀式時說 肺炎資源體是它讀醫時已有的細菌 存在已久而且可以醫治 不認為會演變成新冠病毒的爆發情況 內地爆發肺炎資源體等多種上呼吸度感染 香港達入撤銷口罩令後首個冬季 肺炎資源體個案亦有上升 港大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 林創副教授葉柏強稱 新冠疫情前肺炎資源體 是本港社區最常見的病毒 即使有爆發普通病情不嚴重 但近日發現本港的嚴重個案增加 病毒抗藥性也正在增加 他說目前嚴重個案明顯增加 又更多感染後 病發肺炎、吊鹽水或民氧器的個案 留意多於一周的病人亦增多 目前冬季流感高峰期未開始 但已經看到病床明顯有點緊張 又累12月底到明年1月的漏感 和新冠高峰期的時候 醫療設施有機會非常融製 廣州國家實驗室教授鍾南山 引述數據指 近日北京兒童醫院悶診1,000宗求診中 約2至3成是肺炎資源體 但以往並沒有相關的統計數據 很難說現時爆發的情況 是否高於往年 他亦不認同肺炎資源體抗躍情況嚴重 又指如果使用全份劑量 仍有效治療 強調肺炎資源體是已知的病原體 市民無需亦不應該擔心 廉政公署拘捕一名38歲男子 指他涉嫌善禍他人背割區議會選舉 廉署指被捕男子任職電腦情職員 涉嫌於一個網上社交平台 轉載善禍他人背割區選的文章 廉署於行動中檢走被捕男子的手提電話 並扣留拿名男子調查 不排除再有進一步執法行動 完成調查後 會將調查結果交給律政司 徵訊法律意見 以決定是否檢控 區議會選舉提名期於今年10月17日展開 根據選舉條例 由當日起直接投票日 被界定為是次選舉的選舉期間 而公開活動包括向公眾作出任何形式的通訊 包括網上社交平台的鐵文 以及向公眾分發挖全部任何材料 選舉條例也列明 禁止在選舉期間 藉由公開活動善獲另一人 不投票挖投無效票 選舉條例也具域外管轄權 適用於一切與選舉有關的行為 好 馬上來 各位 麻煩你們 來 中間這裡 麻煩 馬明快要結婚了 是 恭喜 知不知道在這裡拍檔 知不知道在這裡 即是她有通知你 有 不是 她有通知 她有說 又不是叫通知的 但你知不知道 因為她和嘉穎這件事 就把你拘捕下水 因為拍攝到 嘉穎骨抗 馬明和你合作 所以他們 我不相信這個是事實 不相信嗎 不相信這個是事實 是否覺得很無辜 聽到 不需要 不是事實 受傷 是否拍劇的時候受傷 拍《賊王》那場戲受傷 當然是 因為太投入了 都忘記了手手腳腳 真的忘記了 沒有理會他們的感受 那你傷了哪裡 擦損就全身傷了 不過膝頭歌 我要半頭一個半跪 翻過馬路 抬高部攝影機 所以重覆來重覆 其實不意 我非常到底地點り 到最後一段次 突然聽得出一聲 感覺 Cars 可是你力氣 還要繼續演戲 沒有理會他 好像立即下班去看一看鐵打 翌日再看一次 但之後再沒有時間看 但現在還沒有好 有沒有說是甚麼事 多久 半年 有半年 他又不是很大件事 但總是有一些位置去到那裏就痛一痛 有沒有說你是 是 我想歪了 這套劇的收視都很好 大家都很流行派福利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說幾點可以派福利給大家 我都想有福利 我希望 不知道 福利說過就是叫監製拍續集 對大家的福利 我都受惠了 如果拍續集給香港回來 如果劇本那麼正 我想搶著拍吧 各個都 很多人都看好你的時候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 隨緣吧 隨緣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